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還在搖 今天早上5點28分 老船長躺在床上 可以說是地動啊 山搖啊 我心裡想這一下真的是玩了一個蛋 造了一個高 就怎麼樣 隨便它了 對不對 搖啊搖 搖了好一陣子 我趕快停下來的時候 我把窗簾打開來一看 好理家在 大家都怎麼樣 平安 這個地震感覺上是蠻大的 我們只是怎麼樣在北部 宜蘭說是六級 哎呀真的是天佑台灣 因為今天是8月8號父親節 當然啊不免俗套 老船長跟豬腦袋 也要跟所有的爸爸們說 父親節快樂 當然啊我的父親在天上 我也祝他父親節快樂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 很多人把它比喻成一場戲 那呢每一位呢來到這個世間的朋友 都是戲中的角色 就角色 那有的人呢演主角 大部分的人演怎麼樣跑龍套 還有一種呢 比較更慘的 坐在觀眾席鼓掌 連上台的機會 就是他不是台面上的人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嘛 你演得再好沒有觀眾也不行啊 所以人生不要去計較 誰過得比較好 你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我覺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不是 因為演主角 絕對是比觀眾要來得怎麼樣 辛苦啊對不對 觀眾可以坐在台下舒舒服服的看 就像我現在在解盤 各位怎麼樣 看就好 是不是 講得不好 還可以怎麼樣 欸 紫山道士你個豬蠢蛋老船長 講得好 也沒有什麼掌聲 是不是 那最近啊 台北股市的走勢啊 被谷海老船長審準預測 我敢坐在這邊講這個話 就是我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各位觀眾是認同的 否則你今天看我的節目幹嘛 欸老船長你前幾天喔 這樣子喔 一路講上來我們看喔 真的就像你講的一樣耶 但無虛發 欸對好 那我說什麼 我們大家來怎麼樣 小小複習一下 那如果沒有講 各位立刻轉台以後 永遠不要再看 老船長的節目 OK 好 我說啊 這個台北股市啊 它會跌破這個點 或者是呢 不跌破這個點 它就要進行反彈 有沒有 結果呢這一天呢 盤中大跌 居然跌破這個點 因為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說跌破這個點的機率也是有的 但是不管跌破 與不跌破 它都會怎麼樣 在這邊止跌 然後開始反彈 反彈到哪裡呢 到這裡 到這個缺口 看到沒有 因為根據缺口理論 它必須要上來補 但是呢也不是一定要補到喔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補到或是不補到 這邊出現黑K爆大量 你就一定要跑 因為那就是真正的回頭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有人會說 老船長 也有可能這樣子嗎 來到這邊之後 突破了這個缺口的上緣 然後往上繼續漲 如果一個分析師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講完了 我們要他幹什麼 那白癡都會講啊 對不對 這個盤明天不是漲就跌 那不是廢話 我們今天要收看一個分析師的節目 甚至我們要跟著這個分析師 就最起碼它的大方向 要拿捏得很準吧 對不對 那你看 台北股市在這邊 我說過已經形成了 所謂的M頭嘛 那M頭的理論大家都知道 上來之後怎麼樣 給你逃命 然後往下開始大跌嘛 對不對 現在台北股市應該就是走這一條路 那你硬要說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往這上面 我認為機率非常的小 因為這邊是M頭 各位觀眾你們懂嗎 如果這邊沒有M頭的話 老船長不會告訴你說 來到這邊要下去 大家聽得懂意思嗎 那老船長你堅持選擇這一條 對 那今天看起來 台北股市這樣子漲 你們開始相信我他要上來了 對不對 但是他是不是兩天就到 不一定 他搞不好在這邊七混八混 這邊要混了一兩個禮拜 我都講在前面 那重點是什麼 可以放空嗎 當然不行 我知道 很多人在這邊放空這一天 現在怎麼辦 一天兩天三天這邊總共三天 這三天很多的股票飆翻了 看似要往下破 卻怎麼樣 往上大漲 為了什麼 因為老船長 預告台北股市要反彈 是不是 你千萬不要放空 我說你要空要等什麼 等大盤的回頭訊號 就是長黑大量長黑 你就必須要把手上的股票賣光 然後反手放空 來了沒 請問各位來了沒 還沒有來 但是為什麼這些人急著去放空呢 很簡單 因為市場上有空頭老書 不是空頭老師喔 他是空頭老書 他呢 在5月29號 距離今天也不過是兩個月前 這一天 說台北股市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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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沒死 結果呢 運氣不錯喔 台北股市要走M頭的路線喔 往下開始跌對不對 他說是他的功勞 那這一段他的會員被嘎死了 有沒有 被嘎死應該都是停損了 然後來到這邊繼續空 有賺 開始吹牛逼 說會員怎麼樣 大賺 然後呢 這三天又被嘎死了 我請教各位觀眾 你們都是有年紀的 甚至很多都怎麼樣 為人父母 那不要講阿公阿嬤啦 那你們在社會上打滾這麼久 如果有一個騙子每天騙你 第一天騙我還不敢講 搞不好你會被騙 每天騙 你還會選擇相信他嗎 老船長你講廢話當然不會 可是很奇怪喔 來到股票市場 很多人就選擇相信 這個就是股市一個很吊詭的地方 我講話千真萬確 不然大家去看空頭老書的節目 點閱率非常的高 有人去看才有點閱嘛對不對 那一直都很高 表示一直有很多人看嘛 那如果講得對 大家拍拍手 參加會員沒有問題 是不是 問題是錯到離譜 天天錯 那這一段是因為他看得準嗎 當然不是嘛對不對 老船長在這邊跟你說要大跌就大跌 老船長跟你說要反彈就反彈 誰厲害當然是我厲害啊 而且後面我的前提喔 就告訴你台北股市是要大跌的喔 只是在大跌之前給各位一個怎麼樣 逃命的機會以及怎麼樣 短線做多賺一點的機會 我講完了嘛 哪一個準 老船長照理來講應該是你準 但是我們選擇相信他 股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講喔 來股票市場輸光的投資人 那個叫做咎由自取 完全不值得同情 因為大家都是成年人對不對 空頭老蘇他也沒有辦法 強迫你去相信他 參加他的會員 我講的也很公道吧 是這些人 這些豬腦袋心甘情願的 也怪不了別人嘛 是不是 那老船長既然預告的這麼神準 那這一段要嘎空 各位千萬不要去放空股票 你會被嘎死 那老船長我看喔 大盤從這裡混到這裡也不用幾天 那你就錯了 他可以怎樣你知道嗎 我把這個圖形再放大 台北股市可以在這邊晃 他可以每天推個兩三點 你不要看喔 從這裡到這個補缺口 短短的距離喔 他也許走一個月 他也可以走兩個月喔 但是最終 我講最終還是要下 因為M頭已經形成 那沒辦法喔 這個M頭形成就是要下了喔 不要懷疑 這個M頭形成之後 他下去之後 把符合清洗完畢 再重新來 至於會下到哪裡喔 會下到哪裡喔 到時候你們再準時收看我的節目就好了 OK 那你手上現在有空單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選擇去看空頭老書的節目 他每天秀秀你 安慰你 或是給你打馬飛 叫你不要怕 世界一定會末日的 你看 父親節都怎麼樣 大地震 這還不死嗎 就講些五四三 當然啦 壓軸的 壓箱寶的 唯一的一招 就是恐嚇中美貿易 外帶補充日韓貿易戰 就是這樣子 劇情完全我說過由他來編 但是呢 你就看著你的股票 一天一天的被嘎上去 嘎死嘎爆 那怎麼辦呢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針對一些股票分析給大家聽 不要走開喔 0281010630 81010630 古海浮沉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代 就讓洪川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我現在舉兩檔例子 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軋空的可怕 因為投資人 他往往去放空股票 第一個 除了分析師帶他去空的 第二個 就是他自己認為 這一支股票 沒有什麼賺錢 基本面也沒那麼好 所以不應該漲 這個是散戶的觀念 但是他忘記了 在股票市場上 沒有什麼應不應該的 有很多的大學教授 來到股票市場 一樣輸到兩袖清風 而且是交金融的 交經濟的 為了什麼名 來到了市場 就跟豬腦袋一樣 因為這些大學教授 他們讀的書 都比一般的人要多太多 而且成績 都是學生時代 一直怎麼樣 到畢業 甚至有的到博士 那都是頂呱呱的 那為什麼來股市呢 會輸死呢 因為股票市場 不按規矩來的 各位記得 一件事情 如果不照規矩來的時候 那就不好搞了 老船長 你講的很有道理 難怪從以前到現在 大部分人來股市 都是怎麼樣 輸死不用留住跡 輸死不用留住跡 不相信我們現在 就來看這一檔股票 它的代號叫做 我曾經在節目上 講過很多次 我說你不要去空 這一支股票 你們去看我之前的 YouTube 我講到我都不想講 但是很多觀眾 還是照樣空 他們覺得你老船長 懂什麼 對不對 他遲早要跌的 你放心 他也許有一天會跌 但是是等你們這些空單怎麼樣 欸 去工作 1 2 3 4 5 6年 再回矮的時候 他怎麼樣 才有機會跌 OK 代號1736的橋山 各位觀眾看到沒有 當橋山來到這裡的時候 很多人怎麼樣 覺得這個已經長得太誇張了 因為沿路就開始空 你看那個卷有沒有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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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稍微回一點 有些人就自認倒霉認賠了 往上又再攻 大家又再空 一路往上嘎 看到沒有 這龍卷又暴增喔 那你看喔 今天再創新高 這一家公司 我給你看喔 第一季連一毛都沒賺到 各位觀眾 一毛錢都賺不到的公司喔 一季有三個月 這家公司忙了三個月 一毛錢都賺不到 EPS一毛錢都賺不到 股價呢 快要100塊 散戶以及空頭老書 認為這種股票怎麼樣 不應該漲 就去空它 現在怎麼辦 通常人家問我怎麼辦 我都會講三個字 有人常年看我節目都知道 哪三個字 看著辦怎麼辦 那麼接下來這一檔空的人就多了 也是老船長在節目上喔 一再的警告 你空什麼股票都好 你就不要去空這一支 浴金光 今天收盤444 CCC啊 這個CCC應該指的是龍卷 看到沒有 又爆增 這個爆增 各位這幾千張耶 這一張四十幾萬耶 這些人喔 你們如果不要去空 浴金光 你們是做多浴金光 那該有多好 可是你一來一往喔 你輸Double 輸雙倍 喬山也是一樣啊 那你不要再問喔 老船長 我們現在悔不當初啊 那怎麼辦 剛才才講你忘了 看著辦 浴金光有沒有賺錢 絕對沒有賺錢 準不準 第一季也是一樣 連一毛錢都賺不到 它跟喬山一樣 忙了三個月第一季 EPS連一毛錢都賺不到 也正因為如此 很多的人 表示我看得懂 財務報表 這一家公司 根本就怎麼樣 碰瘋的啦 還怎麼樣 444塊 有可能 漲假的 放空 再加上 放空股票的觀眾 一定是怎麼樣 欸 它一定是空頭老書的 信徒 粉絲 甚至是怎麼樣 會員 所以我說台北股市喔 未來這個M頭 我跟你講它的影響力絕對在的 因為不會有白痴拉起來 這麼大的頭給你們解套 我再講一次 不會有白痴拉起來 給你們解套 所以它勢必補完缺口 這附近會怎麼樣 下去啊 那一旦下去 形成了所謂的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三尊頭 而且一尊比一尊低 這一種叫做 我們死不活 文死不活啊 那個時候你來空股票 隨便空 隨便賺 因為那個時候 覆巢之下無完卵 連大力光啊 這一種股王都要跌啊 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反彈大力光 漲不大動喔 為了什麼意思 因為人家知道 做大力光的是最有錢的 為什麼最有錢 人家在市場上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一群人嘛 也就是我剛剛講人生如戲 男女主角或是男女配角這種等級的 他的人生是勝利組的 一張股票四百多萬幾百萬 人家去買大力光 你不用教他怎麼做股票 他們都知道 現在是老船長講的 反彈準備逃命波 不會去買大力光的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好 你們要去準備信用交易戶 因為未來 我一聲令下 嗶嗶 你們就要開始放空 那信用戶要怎麼樣申請 怎麼樣開 你們自己打電話問營業員 不要問谷海老船長 這是第一個 那你信用戶不開的朋友 你就像老船長講的 到時候你把股票賣光 你怎麼樣 人眼旁觀就可以了 剛開始你可能半信半疑 一陣子以後 就像這個時候 看到沒有 剛開始你半信半疑 有沒有 後來怎麼樣 那一波很多人怎麼樣 去工作了 現在還在工作當中 還沒有回來 因為沒有錢做股票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這一個起來 往下的時候 你是其中一員 我不希望 那下到哪裡 我跟你講 你不要問我 我不知道 也許這邊就止跌了 也許會破 到時候再來看 老船長不是神 我也不是詐騙集團 我不會義和團式的解盤 檯面上有幾位 專門義和式的解盤 就是明天一定絕地大反攻 要不然就怎麼樣 世界末日來了 趕快逃命 只要他講空 就是叫你逃命 對不對 然後就一路長 他還是每天叫你逃命 那不是神經病嗎 那收看的人 也是神經病加豬腦袋 長的時候就怎麼樣 催眠你 告訴你一定大暴漲 一定怎麼樣 結果有沒有 來我問大家 這一段老船長說會大跌 有沒有做多的老師 每天告訴你們說 明天就要大漲了 結果明天有沒有大漲 沒有 這一天告訴你明天要大漲了 有沒有大漲 沒有 有沒有大漲 沒有 就一直講 講到這邊的時候 上來了 他們會說 你看我不是跟你講嗎 要大漲嗎 所以你前後幾集看完之後 你在對照我的節目 你就會發現 這些人其實都是騙子 我告訴各位 金融業的騙子 是所有行業裡面最多的 因為這個行業是不按照規則的 所以很多人希望能夠在這個行業 這個環境裡面去找到一個方法 來怎麼樣賺大錢 可是這個方法它往往不存在 雖然有很多人前撲後繼來到這個市場 但是更多的人怎麼樣兩袖清風的離開 我們 我在市場幾十年的經驗 我只能夠做到 我盡量 跟大家講 它大概會往哪個方向走 現在 你必須要怎麼樣 做 搶短的動作 那你要做什麼股票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要去做那個弱勢股 那個在很低的地方 比大盤還弱的那種 你不要去買它 好不好 你可以去買比較有題材的 像我昨天有提到的 這個TWS 就是無線的藍牙 4915的這個自身 它今天雖然還沒有 還沒有往上攻 但是快了 快了 注意 快了 這個是壓不住的 我認為它會往上噴 你可以不用認同我 但是噴了以後 你不要再追 我拜託你 沒有噴的時候 你不買 你不看好 那就算了 不要噴的時候 你再來追 追在高點 你又怪我 這樣子沒有意思 我都講在前面 所以你也沒得怪 好不好 那節目接近尾聲 我還是要跟 所有的辛苦的父親們 你們講 你們真的辛苦了 這個母親節都有放假 父親節沒有放假 沒關係 因為父親本來就是 往往都是一個家庭的肩膀 好不好 那所有的父親們 你們好好的加油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為台灣這一塊土地 貢獻努力 好不好 明天 颱風到底會不會放颱風架 不知道 隨緣吧 下個禮拜 記得 手上一定要有短線多單的股票 不會操作的朋友 請你趕快跟我們做一個聯絡 666打電話來我們公司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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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